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The New Chinese Podcast,我是Berry Lee 这个节目是和汉语普通话终极到高级的学习者 今天是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 今天的天气呢,非常非常的好 本来预报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星期一星期都会下雨 但是实际上从前天开始呢,一个星期呢,基本上都是晴天 而且再往后呢,也会一直都是晴天 所以呢,大家心情也都非常的好 包括我自己的心情也都非常好 另一点呢,我的心情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 自从这个几天前开始的这个podcast之后呢 每天都有做一个新的episode 每天都有新做一集 那么今天应该是第五个episode 第五个episode,第五集 然后呢,一直能跟大家分享这个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那么今天是第五集的话呢 我们前几集主要是讲我自己对于中文学习的看法 以及包括这个海外出生的华人ABC 他们学习这个汉语普通话的时候的一些这个挑战和困难吧 那么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可以讲一下一些比较具体的语言知识 一些比较具体的汉语中级到高级会涉及到的语言知识 那么我们还是从最简单最基本的来 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话题呢,是人称 人称 什么叫人称呢? 人称呢,就是对人的称呼,简称人称 那么在语言当中啊,不光是汉语,所有的语言都有 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所谓第一人称呢,就是我 I, me, myself,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是你,就是 you,是第二人称 那么第三人称呢,是他 he, or she, or him, or her other people,第三人称 那么第三人称呢,在很多语言当中都是有单数和负数的 比如说在这个英文当中,我们有I,也会有we 那么这个在汉语当中也是有的 那么如果第一人称的负数,就是有很多的第一人称的话 就是不是我,就是我们 在后面加一个门,我们 那么我想汉语初级学完之后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和我们的区别 我在这里就不雷数了 那么同样,你,你,如果是负数的话 就是你们,你们 但是这个在英语当中很奇特 英语当中you,既是单数又是负数 没有一个词是专门用来描述负数的这个第二人称的 这点很有意思 那么第三人称,单数和负数的区别 他和他们 汉语当中如果是一个他,那就是他 如果是他们,就是代表很多第三人称 they,就是they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 大家学过的初级的人称 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就已经说完了 还有没有更复杂呢? 有,但是这种复杂的东西我觉得在汉语当中不能算是中级 会直接从初级跳到高级 那么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 在中级的阶段,我认为是完全够用的 这个就跟其他很多语言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英文吧 英文除了有单数负数之外 还有主格和兵格 什么叫主格?主格是爱 兵格是me 爱和me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语法在使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三人称也有 第三人称的主格、兵格 he还是him she还是her 这个是有区别的 they还是them 这种区别在汉语当中是没有的 无论在主格用还是在兵格用 无论是subject还是object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我们就是我们 你们就是你们 那么这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 非常简单 那么还有一点这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 比如说相对于像日语 日语当中这个主、兵、兵用起来非常的复杂 那么主语 你就是说我的话 你像我们在汉语当中啊 男女老少都可以说我 但是在日语当中就不行 男的会说 僕俺 女的会说私 或者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啊 如果你都说我私的话 没有办法区分你的性别和社会地位 年龄身份 这个在日语当中是到终极是行不通的 到终极你必须得要用正确的这个我 正确的这个你 正确的这个他 才不会被人鄙视 才不会被人瞧不起 那么在汉语当中 非常的幸运 很lucky 没有这个问题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他就是他 我们就是我们 你们就是你们 他们就是他们 如果要深入点说 那么除了我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第一人称呢 当然是有的 首先就是古汉语当中 古汉语当中呢 我们会用 无 于 啊 这个 某 必人 彼人 就是像现在汉语 现在那个日语当中的那个 就是从古汉语当中来的 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么如果大家看中国的古代电视的话呢 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说法 比如说年轻男生可以说这个在下 在下 这是一种字迁的说法 我在你的下面叫做在下 或者说小生 小生 年轻的男性说小生 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你是平民 然后你见到官员 你会说草民 草民 种草 那个花草树木的草 人民的名 草民 来这个字迁 表达自己的这个地位的低下 叫做草民 如果你是当官的 你是官员 古代的政府官员 你会说本官 本官 如果你是和尚的话呢 你可能会说贫僧 贫僧 贫僧 是后笔 贫僧 贫是穷困的那个 贫穷的贫 贫僧 我是一个很穷的和尚 如果你是道士的话 你会说贫道 贫道 一个很穷的道士 如果你是皇上的话 你会说贞 贞 贞怎么怎么样 贞怎么怎么样 这是皇帝才能用的专用的这个称谓 古代没有别人敢用 用的话呢 会这个导致 这个牢狱之灾 就是会被抓起来 那么同样 我们说你的话呢 在古代的话呢 也不太会直接说你 在古汉语当中啊 又会 会用很尊敬的说法 跟别人说 你 或者会省略掉你 就跟现在日语当中一样 经常会省略到这个 anata 他不会随便说anata这个字 就是你这个字 他会用其他方式来说 比如说 如果我们遇到了 说对 说话对象啊 是我们自己的爸爸 你可以说爸爸 但是你不会说你 如果你对爸爸说你的话 很不尊重 可以说您 您 这个词 大家应该在初级也学过了 就是你下面加一个 这个新字底 您 代表尊敬的这个第二人称 就是虽然说的也是你 但是是尊敬的说你 就是您 或者呢 可以有更加尊敬的 比如你说 父亲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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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爸爸 但是呢 非常尊敬 母亲大人 加一个大人 加一个大人在后面的话 就很尊敬 但是很古典的说法 我们现代人 现代汉语当中不是很用 不是很常用 如果大家能掌握你 进一步能掌握您 尤其是在这个 大家在跟北京人交流 或者北方人交流的时候 用这个您用的比较多 在中国的南方呢 传统上并没有用您这个字 所以如果在南方的话 大家就说你也没有关系 是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第三人称的他 这个他呀 这个在中国古代啊 是不区分男女的 这个他都是一个单人旁的他 大家应该都会写 那么什么时候才出现 女字旁的他呢 一直到了中华民国吧 左右 可能刚刚在民国之前 1907年还是哪一年的时候呢 有一位这个中国的学者说 我们来发明一个 女字旁的他吧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 这个非常崇拜英语当中的一些东西啊 英语当中是能区分男女的 是he还是she 一下就能区分出来 但是在中文里面都是他 所以为了能够区分男女呢 那个时候呢 中文当中创造了一个女字旁的他 代表的是she 但是还是只有she 没有he 不区分 不区分主语和兵语 主格兵格是一样的 但是能代表男女了 后来呢 又有人发明了 世补旁的他 用来专门描述神明 God 用世补旁的他 那个代表是更加尊重的意思啊 这个世补旁的他 代表的神啊 佛啊都可以 但是现在在至少大陆地区是不是很常用的 中国大陆地区基本上不用世补旁的他 所以大家知道不知道呢 都无所谓 那么他们呢 还是他们 有没有表示尊敬的他们呢 好像没有 第三人生当中如果说到他们的话 就是他们 当然也可以有男的 也可以有女的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宝盖 宝盖头的这个他 宝盖头的他呢 特指没有生命的物体啊 或者是抽象的概念 那么如果是动物的话呢 一般会用宝盖头的他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三个他 单人旁的他代表男性 或者是没有性别特质 女字旁的代表 女性的他 还有宝盖头的代表 这个 没有生命的物体的他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这三种 那么大家如果学到终极的话 能够理解这点概念就可以了 至于古代敬语当中的这个 一些这种称谓啊 什么镇啊 这个本宫啊 什么这个臣妾呀 这种第一人称 以及复杂的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呢 还没有必要学习 当然了 如果大家这个想到 或者见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人称 无论是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的话呢 欢迎大家留言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然后呢 看看他们究竟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怎样应用的 好 那么今天的podcast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